战鼓声哄哄作响 配合表演者神情投入 让底下想朋友看得十分入迷 图区义文中心为了迎接年节到来 最近即将安排一年串的户外大型演出 提供民众在周末假日丰富的义文饗宴 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就先让大家 可以得到十位台湾最著名的书法家的 名家的春联 有两百幅在现场 然后下午就开始有系列的表演 那当然配合春节的气氛 我们不但有特技 有魔术 然后还有舞龙 舞狮各项的民俗活动 总之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过完年后 到2月15号 也就是元宵节过后 正月16都还有相关的活动 这次的新年系列活动 从1月18号开始就要正式展开 除了要求舞台剧 还有魔术特技表演 以及知名战鼓团队 九天民俗集团 对共同参与演出 而在2月15号最后一场 就是安排祥师献瑞 再来元宵节的压轴表演 因为新年如果没听 鼓声落鼓声就没生过过年 所以来这边感受一下 那种新年的气氛 然后二来就是说 我们文化局非常的用心 把这些非常棒的团队 请到这边来过年 我们都没效果来表演 你们看 所以你们一定要来 那当然每一场的表演活动 我们有安排了糖葫芦 还有棉花糖可以限量的 来赠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让观众们过一个甜甜蜜蜜的 一个新春的一个活动 主办单位囤曲艺文中心 在三个周末活动当中 也在现场提供限量的棉花糖 和糖葫芦 让民众免费索取 希望大家看表演 分享欢乐 在新的一年都可以有甜蜜的开始 记者红加红 踢出车了